书馆开书继续聊天 上文书啊 咱们说到这个雅尔哈善 统领这七千兵啊 就往南疆出发了 那这会儿啊 我想有好朋友就有疑问了 那为什么只带着这六七千人呢 难道说这大清在这个准步就没兵了吗 关于这一点啊 原因有很多 我在这儿有必要给您解释解释 这将军带兵吗 他自然呢 有这个带兵的办法 当然了这和后援补给有关系 也和呀个人的能力有关系 有那么句话说叫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那这典故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刘邦啊 他有一天他问韩信 他说你看呢 我要是出征带多少兵合适啊 这韩信说您要是出兵啊 最多带十万人 这话一说呀 这刘邦倒没往心里去 可是他问了一句 他说那你要是带兵 你能带多少人呢 这韩信说是我要是带兵啊 不用拘束是多多益善 这下啊就勾起了这刘邦的好奇心 刘邦就问那这是为什么呢 这韩信说呀 这为大将者呀 军事调动啊 那他必须是胸有成竹 这韩信说呀 主公您呢 能够掌握的后勤补给 以及控兵能力呀 也就只能带十万人了 我呢就不一样 带着十万人呢 我能找来十万人的粮 带来百万人呢 我能征上来百万人能吃的粮 并且呢 军事调动指挥 对这些兵啊 是不错不乱 还没等啊 这刘邦生气呢 这韩信的彩虹屁也就上来了 这韩信对刘邦说呀 主公您呢 要管理的并不是兵 您要管理的是将 您看您手下的这些大将军呢 都听您的 这带兵的事啊 自然是我们来 我们都听您的 这就是您应该干的事 所以说带兵啊 您只能带十万 这排兵部阵带兵打仗 您还得交给臣我们 哎 这就是韩信典兵多多益善的道理 到了雅尔哈善这儿啊 大概其这意思也就是这个 只不过呢 这后勤补给是最关键的 这南疆的情况 它不像北疆 在北疆草原上作战呢 一旦清军的供给不足 那或争或抢的 当地的牧民呢 还有牲畜 哎 还多少能吃着点肉 这南疆不行啊 这南疆最大的地貌啊 那就是沙漠 塔尔木盆地的塔格拉玛干沙漠 这些个城池啊 都是绿洲之邦 也就是说呢 这些城池啊 都是建在河流之畔绿洲之上 没有什么牧民 即便是有牧民呢 也都是住牧 以村庄为主 那村庄上面呢 就是城池 那人要是归宿到城里呢 哎 你什么也抢不着 这清军呢 最近的补给地点也在北疆 哎 就是巴里昆呢 咱们说着容易上嘴唇子 一碰下嘴唇 可是啊 还隔着天山呢 所以呢 按照当时的情况来讲啊 这兵不是没有 哎 可是这已经是雅尔哈善 能带兵的极限了 前路23年4月17日发兵 到了5月初六啊 这清军就抵达了库车以东 一个叫做亚哈托克纳的地方 这时候啊 就有这个军中的小校 来禀报雅尔哈善 说大帅 我们发现这儿啊 是一个缠回的定居点 可是人都没了 显然呢 已经迁走了 这雅尔哈善呢 没当回事 跟少许人说呀 哎 很正常 咱们大军杀来呀 声势浩大 这些个老百姓啊 闻风而逃 这不足为奇 可是咱们书中代言呀 就是因为这一点 没让这雅尔哈善重视 最后才让他吃了大亏 这为大将者呀 不能广想好的 您那必须得能未雨绸缪 您就没想想 这是人家库车城里呀 把这个城外的这个有生力量 以及物资资源 全转移到了库车城 从另一方面考虑啊 就是人家呀 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守城战斗准备 要不就说呢 这雅尔哈善呢 他本身就不是一个帅才 这一点啊 他完全就没想到 您想啊 这五十里地还不好走吗 这大军呢 又走了一天到五月七号的时候啊 这雅尔哈善的大军呢 可就到达了库车城下 大军安婴扎寨 那么这乾隆皇帝啊 实际上早就有旨意 这兵士啊 为大凶不是什么善事 能不打咱们就不打 那带着这么些 和卓 贵族 世家们 干什么呀 让他们呀 往城里喊话 能投降啊 咱们是尽量不打 所以说这雅尔哈善呢 也是秉承着乾隆皇帝啊 只要投降是既往不咎的这个原则方针来办 于是他就让自己的手下一个副都统叫做顺德诺 到这个城下呀 去给这个城上的守军宣誉 把这个乾隆皇帝的讨逆席文和劝降的旨意啊 向城上宣夺了一番 就在这会儿啊 这城上的夺口啊 探出来一个脑袋 他自称啊 是这个守城城主的弟弟 对这个宣誉大臣顺德纳说呀 您说的这些我们都听见了 我们也听懂了 若是真能够开城投降之后啊 这大清军队对我们是既往不咎 那我们当然是高兴的 不过呀 我们真是做不了主 我们先得呀 往这个喀什嘎尔和这个叶尔强那边汇报一下 请示一下这个大小合卓 所以说呢 咱们少则三两日是多则四五天 我们就能给您回话 不过有一点呢 这空口无凭 您是不是能啊 给我一份诏书习文 这样呢 我拿到这个大小合卓兄弟跟前呢 也算有个屏障 您想谁愿意打仗啊 这顺德纳一听啊 这事有戏呀 是不是这帮南疆缠回 真的就不愿意打仗 这南疆就顺利收复了呢 那得嘞 我呀就给你一份诏书 于是呢就派出了一位缠回 手拿着维吾尔文的诏书 就前去信书 那这人是谁呢 这人呢也是一位博客 是在这个乾隆二十一年的时候啊 因为受不了准感染的压迫 归顺的大清 乾隆皇呢也给了一个散之大臣的贤侄 哎 名字叫做托克托 与他同去的 还有一文一武两位满清官员 这武将呢 是个守备叫马英德 另外一位呀是个笔贴士 叫做关柱 哎 一共啊就仨人 这三个人来到城门之下呀 库车城上 这这这这这这 吊桥放下 咕隆哐当 城门打开 这拖个拖呀 手捧赵书 不行就上了吊桥 站在了吊桥当中 为了以防不测 这守备马英德和笔贴士关柱 就坐在马上 站在了这个吊桥的桥头 护城河的边上 那意思是说呀 一旦有什么不测呀 是磨头就跑 这会儿啊 从这个城里可以出来人了 出来的是两个维吾尔人 步行没有骑马 这托克多抬头一看呢 就吃了一惊 为什么呀 因为呀 这个维族人 哎 这个南疆陈回就没见过 有如此高大的 这二位呀 好像黑铁塔一般 晃了晃当啊 这身高都仗二开外 身上穿着皮甲 是腰上跨着腰刀 往脸上看的凶神恶杀一般 哎 看着呀 那真是馋回模样 要不是这胡子打卷啊 还以为是两个蒙古伯克摔跤大汉的 这俩人呢 晃了晃当就来到这托克多跟前 这六目相望啊 这托克多还就真被这两个人的气势震住了 一时间呢 忘了说什么了 只能晃了晃手里边的诏书习文 可是看这两个人呢 没有接习文的意思 两个人对了对眼神 相视一笑 一个人突然抢不上前 砰 一把就揪住了托克多伯克的头发 另外一只手啊 一翻大脸上去 就给这托克多一个别子 那说是吃那是快 只听啪的一声 就把这位伯克大人摔在了桥板上 个儿搂一声啊 是差点给摔死 另外一个人呢 也不怠慢 抽出腰刀啊 就架在了托克多的脖子上 那个大汉呢 虽然把这个伯克摔在了地上 可是手可没撒 一只手啊 还死死的抓着托克多的头发 这两个人是连抓带掐呀 就把这个伯克大人往城里头拖 这马英德和这个比天使关注啊 刚要上来施救 就在这会儿啊 从城里就杀出一只马队 操操一数啊 大概有二十多骑杀出城来啊 就把这俩人围住了 连圈带赶 拿刀在吓唬 这二人呢 也被裸到了城里 随之啊 这库车城头 吊桥升起 窟窿光当是城门紧闭 再往城上喊话呀 哎 没动静了 这顺德那呀 哎 不知道是吓坏了 还是急于回应禀报 这一搏马就回到了大营之中 这雅尔哈善呢 听完他的奏报之后 这个气就别提了 这叫什么事 劝降不成啊 还试了三员将官 你说你这会儿你埋怨顺德那 不该让这三人呢 到城门口啊 去送这个圣旨文书 可是再一想啊 顺德那呀 也没办什么错事 于是也只能按切按憋 好你个狡猾的馋回啊 竟敢细耍你家静力将军 今天呢 我就让你知道知道 什么叫做平成灭寨 于是就下令攻城 哎 这攻城啊 他哪那么容易啊 这库车城啊 城为坚固 这高大的城墙啊 都是用这个泥土 与这个红柳枝啊 一起夯实的 当年呢 建这个库车城的时候啊 不知道他能往这个夯土泥料里 办了什么东西了 这弓箭射在城墙上啊 都扎不住 史书记载 这清军呢 从卫石一直攻到了有石 也就是说啊 从这个中午一两点钟的时候 一直打到下午五点左右 哎呀 整整的就打了一个下午啊 那么说有进展吗 有个屁呀 这城上是枪林弹雨滚雷石 领军侍卫带兵将领啊 是受伤人颇多 咱们前面讲过的那位狠人 这一宿之间呢 就杀了四千准杆尔部中的 颜相师啊 在这次战役当中 也头不重时挂了彩了 幸亏这老头啊 身体不错 才不至于一命呜呼 这前日不破呀 次日继续攻城 随今参赞 额闽河卓 看这个城九宫不下呀 于是亲自指挥攻城 那您想啊 这子弹 他可不认识你 是不是这个河卓 是不是啊 这乾隆皇帝的心腹 于是一颗榴弹 就击中了 额闽河卓的右拳骨 幸亏是一颗榴弹 再加上呢 这个当时啊 缠回的鸟枪 威力不大 这河卓虽然是破了像了 但是性命外 这雅尔哈善一看呢 哎得了 咱们先别攻了 咱们不是有炮吗 拿炮轰城门得了 这一队清军呢 确实带过这四门炮 可是要说这四门炮 好家伙的嘞 哎 比我老了还老 这史书记载啊 西顾明所造 年久是不甚坚固 也就是说这几门炮 还是明朝那碗造的呢 轰隆轰隆 四声炮响啊 这四门大炮 还真对得起雅尔哈善 具意断裂 是一门没胜啊 其实就算它不坏 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那会儿的炮啊 打出去啊 就是一个铁疙子 它也不会爆炸 打到城上以后 这威力也实在是有限 再有了 这准确度啊 也谈不上 这炮兵啊 也只能是 估计着打 九宫不下 这大军呢 也只能是愤愤回营 正在这雅尔哈善 因为这库车城 九宫不下呀 一筹莫展的时候 这帐外呀 进来一味缠回 这雅尔哈善一看呢 是谁呀 原来呀 是这库车城的 原伯克 叫做恶队 这恶队呀 和这雅尔哈善说 这大人呢 您不用太着急 我这儿啊 倒是有一个计策 咱们可以呀 骗开这个库车城门 到时候 这城内的叛军呢 咱们就可以 一局 殲灭